課本六十二頁 來第三大點性質 來第一行 關於法院組織法 行政法院組織法 懲戒法院組織法 以下簡稱法院組織三法 那同學拿出螢光亮筆 有那種黃色的或粉紅色的螢光亮筆 沒有的話用紅筆就好 這三個我們簡稱為法院組織三法 那以後法院組織法我就叫法組 行政法院組織法我叫行組 懲戒法院組織法我叫懲組 這樣可以嗎 所以哪三個是法院組織三法 法組行組成組 所以在講這三個組織法的 性質他的特性 我們看一下版面 所以同學我們從一個憲政架構 然後來到司法院組織法 來到延伸這三個附設法院 那規範這三個附設法院要有組織法 所以法組規範普通法院 行組規範行政法院 陳主規範懲戒法院 因此這三個組織法我們稱為法院組織三法 那它有什麼樣的特性呢 來 課本六十二頁 瓜胡一 首先這三個組織法都是規範國家機關 所以它是公法 同學這簡單嘛 首先定義一下什麼叫公法 第一行中間 劃起來 反規範國家跟人民之間 生活關係的法律我們稱為公法 好這句要劃起來 那倒數第二行劃起來 因此法院組織三法 就是在規範這個司法機關的組織 編制 是原額 及其執掌的法律 所以發生公法上的效果 好所以第1個 法院組織三法 就是公法 好這是第1個 來 瓜胡二 法院組織三法是實體法 那什麼叫實體法 一樣 我們把它的定義劃起來 來第1行中間 凡規範權利義務實質 內容的法律 為實體法 所以同學 實體法就是規範這個權利義務的實質內容 那程序法就是去實現它 OK這法學序論 在法律的分類 都有說過 所以再一遍 法院組織三法是實體法 什麼叫實體法 就是規範權利義務實質內容的法律 那第2行後面劃起來 因此法院組織三法就是規範司法組織的組成 檢查機關的配置 各級法院的審計關下 及權限範圍 等具體事項之法律 好劃到這裡就好了 所以這是它第2個性質 法院組織三法第2個性質 第3個性質叫做普通法 好最後一行有沒有看到瓜胡三 它就是普通法 也可以稱為一般法 那什麼意思 同學普通法就是全國一般人 事實地物 都適用嘛 好我們翻到63頁來 第1行中間 畫起來 凡全國一般人民 及一般事物 不分 時空地域 都可一體適用的法律 我們稱為普通法 好那第3行中間畫起來 因此法院組織三法 分別適用於 畫到這裡就好 法院組織三法 分別適用於 適用於什麼 來第4行 後面三個字畫起來 好 全國一般人民 及一般訴訟事物 所以 它適用 沒有時空地域的特別限制 所以它是普通法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同學在一邊 什麼叫普通法 就是這個法規的效力呢 全國一般人 事實地物都適用 那法院組織三法呢 同學全國一般人事實地物 實地物都可以什麼 去用普通法院行政法院懲戒法院啊 OK 所以你看一下 第3行 後面 法院組織三法 它適用於第4行後面 三個字 全國一般人民 一般訴訟事物 好吧 所以沒有時空地域的特別限制 來第4個性質呢 瓜物是它是強刑法 一樣我們界定一下什麼叫強刑法 來第1行中間 凡內容不允許規範課題 依照自由意識 來變更法律 叫做強刑法 所以這個法律規定了就規定了 你不能去 變動它 被規範的課題不能用自由意識來 變動它 好那第3行 好第3行他們看到法院組織三法 好把他畫起來 然後第4行 第2句話畫起來 除非依據法定程序 否則內容不允許任何人以自由意識 擅自變更之 所以視為強刑法 好因此法院組織三法 被規範的課題 不可以 任意的去變動法院組織三法的內容 所以它是強刑法 好最後來同學瓜戶五 法院組織三法是國內法 因為它在國內實行嘛 所以第1行中間畫起來 凡施行於本國領土以內的法律 我們稱為國內法 換言之這三個法院都在我國以內 好所以第2行後面畫起來 所以法院組織三法是施行於我國領土以內的法律 所以是國內法 OK 所以同學 從這邊都是史慶浦老師的課本 但是同學他考的機會不大啦 但是這個只是 讓我們做一個概念的一個了解 所以我們再翻回剛才的62頁 第三大點 法院組織三法 但同學你至少知道 什麼叫做法院組織三法 法主 行主 成主 這樣可以嗎 好 它的性質第1個 它是公法 定義要寫出來 第2個它是實體法 第3個它是普通法 來翻到63頁來 第4個它是強刑法 第5個它是國內法 好這樣可以嗎 好 那63頁中間這一段 有沒有 所以最後我們來做個總結 中瓜以上所述 可知 法院組織三法的性質為 同學寫個 1公法 2實體法 3一般法 同學這一般法就普通法 4強刑法 5國內法 好吧 那當然啊 這三個竟然都是法律的話 它就是憲法170條所稱的 立院通過總統公佈的法律 所以這個 有單刑法規 有條項款目 所以它是成文法 那我國就是成文法的國家嘛 所以同學這個成文法寫個6 所以同學這邊呢 老師也有 法學序論的授課 這些法學序論 在法律的分類那個章節 什麼是公法 實體法 普通法 強行法 國內法 然後去比較相關的一些 法律的類型 這個我在法學序論都講得很清楚喔 那其中我們是成文法的國家 然後呢 只有成文法規範不足 才以不成文法來補充之 那同學記住 以前的不成文法裡面有大法官會議 解釋對不對 現在呢 將來呢 憲法法庭的判決會取代大法官會議 這個我在法學序論 前面 一到三講 有重點補充 所以建議各位同學可以去看 所以大法官會議它是不成文法 因為它沒有單刑法規 它沒有第幾條第幾項第幾款嘛 但是這樣 這樣一個大法官會這個不成文法 將來會被憲法法庭取代 那我們法主也會講到 因為憲法法庭非常重要的考題 再來判例也是不成文法嘛 但是判例會被最高法院的大法庭取代 所以這些我在法序都有說過 那將來我們的法主也會再講到 會講到兩個 第一個 憲法訴訟法所規範的憲法法庭 第二個 最高法院大法庭來取代判例 有沒有 這兩個都是最新的修法 也是超級重點 OK 同學你看一下 往前翻到課本的第九頁 翻到課本的第九頁 同學我們看一下版面 中間是進來趨勢 也就是修法 你看進來趨勢的第九個 最高法院大法庭 當然最高行政法院也有大法庭 將來會講到 這個大法庭取代了判例 同學判例是不成文法 那將來大法庭的裁定也是不成文法 OK 好再來是什麼呢 進來出題趨勢的第19題 憲法訴訟法 OK 那其中憲法訴訟法規範什麼呢 同學 看回第8頁右邊能門考題的第1題 有沒有看到 憲法法庭 好那將來憲法法庭就會取代大法官會議 統一解釋 憲法跟法律的功能 這些我們通通在法組裡面 非常重要 我通通都會講到 所以同學不用擔心 但是在法學序論的前三講 我就有多講過了 OK 好那同學可以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課本63頁 所以以上這六個 就是法院組織刪法的性質 最後63頁底下有沒有看到 Jack蠢蠢欲動說 老師你這個蠢錯了 沒有 你才錯了 你這麼愚蠢 OK 好 一樣久令的歌 來同學這裡面我們都說過了 好其中同學 我們最後再一遍吧 第三行把憲法82條紅筆劃起來 這就是憲法委託 司法院及各級法院的組織以法律定之 所以立憲者委託立法者來制定法院的組織法 好再來第四行紅筆劃起來 司法院組織法第六條這個重要 好 普通法院行政法院承接法院怎麼來的 司法院組織法第六條 那司法院組織法第六條怎麼來的 憲法82條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位階 還有邏輯的推論 是嗎 所以第四行在一遍 司法院設 把設這個字刮鬍 所以在司法院底下設 三個類型的法院 寫個 1 各級法院 2 行政法院 3 懲戒法院 好這可以嗎 其中這三個法院的組織以 法律定制 法律兩個字刮鬍 這邊我們在法學序論有講到 國家機關的組織才法律保留 所以國家機關的組織必須 用法律來 明定之 OK 好那那以下裡面的東西同學就自己看一下 好那總規而言 同學回到61頁 這個焦點 法院組織法的意義地位與性質 這個是史慶普老師的東西 好他只是一個概念的陳述 考的機會比較沒那麼高啦 但是呢如果考出我國司法裁判分 幾個系統 我相信各位同學應該沒問題可以寫出來了吧 剛剛我們才亂過一次 那如果萬一考出這種 殺死同學的考題 何謂法院組織三法 其性質為何 我相信我的學生 這一題應該可以寫到20分 何謂法院組織三法 其性質為何 有沒有 他是工法 他是實體法 他是普通法 他是強行法 他是國內法 他是成文法 OK 那其他同學應該會死一片 好吧 所以同學要把它抓住 好那以上這個焦點 我們就把它結束 課本64頁 來焦點 司法制度 同學記住喔 現在這個焦點在談司法制度喔 所以從這邊 還是史慶普老師的東西 OK 好 我們來介紹什麼叫司法制度 來同學看一下第1大點 第1大點 來刮虎1 其實這邊我已經教完了 同學不信我操作給你看 來看一下刮虎1 司法制度是 國家的什麼 司法權的法律制度 把法律制度四個字 畫起來 好所以司法制度是國家 行使這個司法權的 法律制度 把法律制度四個字畫起來 來同學看一下版面 來這是我們的架構圖有沒有 有沒有 這邊是司法制度有沒有 來司法制度往上看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個法律 法主 行主 陳主 再往上看有沒有看到司主 再往上看有沒有看到憲法 所以就是透過這一些法律 建構了整個司法制度 所以司法制度就是 在規範行使我國司法權的 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 有沒有所以你看老師這邊為什麼有個箭頭出來司法制度 所以司法制度就是 規範國家行使司法權的 法律制度就是這一些法律 有憲法 司主 法主 行主 陳主 所以第1個 課本的刮鬍1 法律制度四個字畫起來 第1個結束 都不用背喔 來刮鬍2 那因此我們繼續推論 這個司法制度就是依據憲法 憲法刮鬍 還有法律 法律兩個字刮鬍 就國家司法的組織跟執掌做體系 及運作之分工 把組織兩個字刮鬍 把執掌兩個字刮鬍 這一句話 我也教過了 來刮鬍2再一遍 司法制度就是依據憲法 憲法刮鬍 及有關的法律 法律兩個字刮鬍 就國家司法的組織 組織 執掌 執掌刮鬍 做體系及運作分工的規範 來同學看版面 剛才不是說過嗎 什麼叫司法制度 就是換入制度 而這些法律制度有憲法 還有司主 法主行主 承主法律 所以司法制度就是由憲法 跟法律 來規範這些司法機關 例如司法院 普通法院 行政法院 承建法院 這些司法機關的組織 還有執掌 彼此之間的運作分工 要不要背 不用背吧 這個是刮鬍2 這樣可以嗎 來同學我們先 跳到刮鬍3來 來課本 刮鬍3 第一句要畫起來 因此司法制度就是國家法律制度 靜態之體現 來同學 銀光亮筆把靜態之體現五個字畫起來 為什麼它是靜態之體現 因為回到刮鬍1 它是法律制度 它是法律的規範 既然是法律就是躺在那裡不動 有沒有 那將來躺在那裡不動的法律 我們才透過司法人員去運作它嘛 所以司法制度就是國家法律制度 靜態之體現 把靜態之體現 五個字刮鬍 好 首先這個第一大點 對於司法制度的定義 在史清浦老師的課本裡面 有沒有很清楚 其他沒有 講的 一些段落 我等一下會補回來 老師教書一定有我的邏輯 好不好 來 同學我們再看一下版面 我教各位同學來推論 法院主司法不要用背誦的 如果有一些法律的概念你是推論出來的 同學你一輩子都會記得 比你去用硬背的 還要猛 好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司法制度上面有什麼 有憲法 建構而成的 有司主 有法主 有行主 有成主 所以什麼叫法律制度 就是規範國家推動司法權的 法律制度 而這個法律制度有分為憲法 跟法律 他來規範 我們國家司法裁判機關的組織 還有職權 彼此之間的運作分工 還有體系 最後 這個司法制度就是國家 司法權的 法律制度的 靜態之體現 因為他是 躺在那裡不動的 幻倫 所以是靜態之體現 好 再看回課本 第一大點 什麼叫司法制度的意義 這三個會了沒 會了 有沒有很神奇 超神奇 可以嗎 好 好 來同學我們持續看一下版面來 第1章 好這就是我的 版面架構的第1章 司法制概念 好第1章司法制概念 那記住喔 老師的課本是提庫式的課本 但是我利用 版書 利用架構 來建構他的章節 這是我的教法 好吧 所以我們正式進入第1章 司法制概念 我們要來討論司法 那這個司法裡面呢 這是史慶浦老師的東西 我們會談 3種司法 第1個叫司法制度 第2個叫司法 兩個字而已喔 差一個字差很大 第3個叫司法權 這3個全部都是 史慶浦老師的東西 好 所以同學 第1章叫司法制概念 所以我們會談3個 第1個叫司法制度 第2個叫司法 第3個叫司法權 這樣可以嗎 好 其中我們剛才已經講了 第1個司法制度 考在86年第1題 等一下我們會看題目 好那同學 我不是說過了嗎 從民國86年開始 法院主司法要拿70分就很難了 甚至拿60分 都還要帶點運氣 因為史慶浦老師來了 有沒有 史老師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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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看一下 所以第1個 司法制度 考在86年第1題 它的意義 它是行使國家司法權的 法律制度 有沒有 然後這法律制度有憲法 有什麼 有司主 法主 行主 陳主 所建構起來規範我 我國司法機關的組織 還有執掌 好 規範我國司法機關的組織 還有執掌的運作分工 到這裡可以 那因為它是法律制度嘛 所以它是國家法律制度 靜態之體現 有沒有 所以同學 到這邊 我們應該都把它cover起來了 好 同學可以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課本 64頁 好第1大點 講完了 但是第1大點 有幾個 空白 有幾行 我們還沒交到 但是沒關係 不用緊張 第2大點我們先跳過 所以同學我們來到第3大點 因此這樣的司法制度 有哪些特性呢 你看 這個是史慶浦老師的 獨門暗器 如果他考出何謂司法制度 其特性為何 第3大點 來首先 這個 就重要了 來 瓜糊一 多元性 什麼叫多元性 同學你把第1行中間把司法二元或多元主義 紅筆劃起來 好 這個多元性呢 也就是反映在 整個大陸法系國家的司法二元或多元主義 什麼意思 你看第1行後面 在司法院的架構之下 還有什麼 還有大法官 還有普通法院 行政法院 懲戒法院 所以司法院底下 還有 很多不同的 司法機關單位 他來行使憲法賦予的司法權 這個叫做 司法制度的多元性 來同學我們看一下版面 好 那同學這個司法制度的體系 目前老師建構到司法制度 我們會一直往下建構 但是我要講多元性 我們先看下面 同學這個不用緊張 我們這邊通通都會建構到 好來 這是司法院 所以什麼叫做司法制度的多元性呢 因為除了司法院 他在掌理司法權之外 還有憲法法庭 他會做憲法 統一法律命令 對不對 釋憲權解釋權 然後呢 這邊 這個就是普通法院 他有做民刑事訴訟 行政法院行政訴訟 懲戒法院公元之懲戒 所以這個就是多元性 所以操作我國的司法權 不是只有單單司法院本身而已 有司法院本身的內部 憲法法庭 還有司法院底下附設的這三個法院 所以這就是瓜虎一 多元性 幾乎不用背 都用一個脈絡架構來理解 OK 所以多元性 瓜虎一 第一行中間在一邊 他就是研習整個大陸法系的司法二元 甚至是多元主義 OK 所以司法院的架構之內 還有大法官組成的憲法法庭 還有普通法院 行政法院 懲戒法院 大家來 共同專業分工 分擔整個司法權的職權 來 瓜虎二 專業性 那因此 我們從多元性裡面 這一些分散出來的司法裁判機關 有自己本身的專業性 這個很簡單 你先不用畫 第一行中間 司法院設大法官若干人 最高法院級 以下科級法院行政法院 懲戒法院 來第二行畫起來 每一個 每一個多元 分社的機關 都有自己的 權責的種類與特質 所以 我要零任具備不同專業背景的司法人員 依法承辦解釋或審判之職權 畫到這裡就好了 所以有沒有看到 什麼叫專業性 來 憲法法庭就有他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法律命令的專業性 普通法院就有他掌理民刑事訴訟的專業性 行政訴訟的專業性 公務員懲戒的專業性 瓜胡二專業性也出來了 好來 同學看一下瓜胡三 獨立性 哇同學這重要第一行 銀光亮筆把 憲法八十條銀光亮筆畫起來 不要拿黑色麥克筆 小胖 坐在第二排的小胖 我已經跟你講很多遍了 難怪你越來越胖 好不好 黑色麥克筆收起來 雖然已經來不及了 你已經把憲法八十條全部黑色麥克筆都畫上去了 請你在藍筆旁邊寫 憲法八十條 老師你一個人不要再演了 好我不要演了 好來 大家看一下 憲法八十條他說什麼 法官需超出黨派 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所以同學這就是司法的獨立性嘛 所以呢每一個法院的法官 他獨立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 這就是整個司法制度的 獨立性 OK 可以嗎 所以同學 這個憲法八十條就把它寫出來喔 OK 因為憲法八十條規範 整個法官呢 他超出黨派 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所以法官審判的獨立呢 不是憲法名無保障 更是現在的 法治國 司法權行使的特徵 好這是第3個特性 來第4個特性叫客觀性 同學看到六十五頁來 瓜胡式客觀性 好這客觀性最重要是 同學你看 我沒有憲法法庭 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工程會 最重要就是什麼 不是工程會 懲戒法院 不好意思 因為同學這個工程會改成懲戒法院 老是偶爾還是會有口誤 但是 課本 裡面資料 我全部都更改了 好吧 那同學如果有沒有更改到的 同學你讀到了 再跟老師說一下 那如果有口誤的話就不要質疑 我就是在講懲戒法院 OK 好 那我們這些法院呢 就是人民要去救濟他的權利 所以我們才來使用這個法院嘛 因此法院最重要的是 他是公正的第3者 所以法院裡面的法官是公正的第3者 就原被告之間訴訟 他來主持大局 所以竟然是公正的第3者就要客觀的事實啊 他要對於這每個審判個案 這個事實審的發現要具備客觀的事實 而且怎樣 人民不符可以上訴到 上級法院去 那上級法院在審理一遍呢 會讓這個審理的訴訟案件 更具客觀 更具客觀 好吧 這就是他的客觀性嘛 來 你看下 瓜虎 司法制度以 發現真實 把發現真實四個字畫起來 所以這是他的客觀性 第一個 再來呢 第2行中間 司法機關是以客觀的第3者立場 劃起來 所以法官是客觀的 中立者 就原被告之間訴訟公防 來進行整個審判程序 所以這是第1個 司法 制度的客觀性 整個司法制度要發現真實 發現真實四個字劃起來 實現公平正義 所以不論在解釋權審判權呢 這些司法機關都是客觀的第3者立場 那怎樣才能更具客觀 下級法院審完不符 我上訴到上級法院 再上訴到最終的終審法院嘛 透過不成級的法院的審判 讓這個案件更具客觀性 更具公平性 所以瓜虎2 司法制度有個 省級救濟制度 他把省級救濟制度 六個字畫起來 然後同一個事件 可有不同的成級的法院 跟司法人員來審理 可以降低認識用法的錯誤 還有不當的風險 這樣是讓整個司法制度更具客觀性 所以呢 整個瓜虎式的客觀性的 關鍵字在瓜虎1的發現真實 第2行中間 司法機關是客觀的第3者 瓜虎2的省級救濟制度 所以同學 這個就是我的方位 我不像各位同學全部都畫 你們是全方位在讀書 但是這就是我的方位 我只要把重點字畫起來 將來同學你一複習 一看到這些重點字 你就可以掰出來了 這才是讀書最重要的 可以嗎 好這是瓜虎式的客觀性 來 瓜虎5整個司法制度的特性就是 個案性 好什麼叫個案性 因為同學 每一個 每一個審理的司法機關 他們都是就個案來做審理嘛 所以看第1行 審判機關不論是實質 刑事 狹義或廣義的法院 畫起來 均以 具體的事件或爭執為 審理的對象 所以我的對象是有送真性的 是一個具體的事件 OK 好 他跟立法機關抽象法規的 一個法規範的制定不一樣 立法委員制定這個法律 這個法律是全國人事實地物都適用 但是如果進入整個司法院 他的內部的 或是他底下附設這些法院來審理呢 他們是就個案來做審查 個案來做審判 這是他的個案性 瓜虎5 來 瓜虎6 說被動性 這被動性重要 好來 第一行 前面畫起來 因為整個司法機關踩得去 踩的是不告不理 把不告不理 畫起來 那什麼叫不告不理 同學這個展現整個司法機關的被動性 就是沒有告進來 我法院不能主動審理 再一遍 沒有告進來 法院不能主動審理 所以第一行後面畫起來 非經當事人請求 不得主動進為審理 或作為裁判 所以同學看這裡 所以司法院的憲法法庭 普通法院 行政法院 懲戒法院 請問這一些憲法法庭的大法官 還有這三個附設法院的法官 可以主動審理訴訟案件嗎 不行 一定要有告進來 如果沒有告進來 我就不理 所以同學 這個叫做 不告 不理 可以嗎 來 那你在刮胡6這個被動性旁邊寫 P 177頁 P 177頁 來同學版面 這就是你課本的177頁 有沒有 焦點 檢查制度 概說 來我們看一下 第一行 第一段第一行 刑事訴訟的基本刑事 不問究問事 與談合事 我們就要介紹這兩個 來第二行 第二行中間 凡刑事案件不帶他人追訴 法官可以主動審判喔 這個叫 糾問事 所以同學你在這邊寫 糾問主義 第三行前面寫 糾問主義 所以不要有人告 法院的法官就可以主動審判了 這個叫做糾問主義 這裡寫糾問主義 這就是法官及 檢查功能跟審判功能大權 於一身 哇同學 這樣的法官權力太大了 這是糾問主義 來 這一邊就是我們的重點了 凡必經他人起訴 法官才能嫁以審判 這個叫做 彈劾主義 來同學 彈劾主義來了 這彈劾主義在這裡 彈劾主義 這個彈劾的合力之旁在右邊喔 好吧 所以這個空格寫 彈劾主義 所以再一遍 凡必經他人起訴要有人告 法官才能審理 這個叫做彈劾主義 這個特點就是 法院不得對 未經起訴的事實 或犯罪嫌疑人 任意行使審判權 因此同學也在旁邊的空白處寫 不告 不理 這樣懂嗎 這就是司法制度的 哪一個特性 被動性的特性 不告不理 因為我們採的是 彈劾主義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採的是 彈劾主義 OK OK 那同學 177頁 老師只是先做一個交代 先告訴各位同學 我們整個法院的制度 走的是彈劾主義 什麼叫彈劾主義 只要沒有告進來 法官不能審理 OK 這就是司法的被動性 來回到課本65頁來 來回到課本65頁來 刮胡6 被動性有沒有 所以司法機關採不告不理 不告不理畫起來 第行後面畫起來 非經當事人請求不得主動 敬為審理或作為裁判 這樣可以嗎 好來 刮無期確定性 就是這個裁判確定了 就沒救了 好吧 雖然裁判確定了 還有再審跟非常上訴 但是一旦確定了 計判例就形成 來我們看一下 刮無期的確定性 前面一行半畫起來 司法審判機關受理訴訟 一經裁判確定 這個裁判確定是一個訴訟法重要的概念 把確定兩個字刮胡 所以同學以後你看到確定兩個字要有感覺 確定兩個字刮胡起來之後 銀光亮筆把確定兩個字 銀光亮筆畫起來 老師我知道你這時候又要說小胖不要拿黑色麥克筆 不對 小美 不要拿黑色麥克筆 好 一經裁判確定 把確定兩個字刮胡起來 銀光亮筆畫起來 當事人就不能再對同一個訴訟 再為 再為什麼 起訴或追訴 所以當事人就不得再對 同一個這個案件 再為同一訴訟 此為一事不在理 此為一事不在理 因為判決已經確定了 那我要問各位同學 判決在哪裡確定 老師我知道 你看版面 判決在最高法院確定 最高行政法院確定 那承接法院只有一家 誰在承接法院確定 那也不一定喔 如果第一審在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法官審理完之後 他有 上訴期間嘛 如果這上訴期間沒有上訴的話 這個案件會在地方法院判決確定 好不好 所以你要記住喔 判決確定不一定是中審法院 或是最高法院喔 OK 好所以 掛武器再一遍 司法審判機關受理訴訟案件 一經裁判確定 你就不能再對同一個訴訟 再提起 這個叫做一事不在理 為什麼 因為這是裁判確定的什麼呢 第二行後面把計判例 確定例 劃起來 因為他已經判決確定了 所以你就不能再對同一個訴訟 再提起 這就是判決確定的 計判例 確定例 OK 好最後 第八個特性 好來刮鬍八 叫做權威性 這個很簡單 把第一行中間把憲法法庭 四個字畫起來 憲法法庭對於 釋憲權 解釋權 有權威性 來第二行中間把行政法院畫起來 行政法院就國家跟人民 或機關彼此之間 公法上的爭議 他有權威性 第三行前面把懲戒法院 三個字畫起來 懲戒法院 對於公務員有違法私職 他可以對這個公務員做出懲戒的權威性 所以呢 這個 刮鬍八的權威性 也沒有反映到往前翻 刮鬍一的多元性跟刮鬍二的專業性 有嘛 因為刮鬍一我國司法是採 多元的特性 所以 司法院底下有分色不同的司法裁判機關 那刮鬍二因此這些不同的司法裁判機關 就有他的這個執掌的專業性 那既然有這個專業性呢 來到65頁 刮鬍八 他們就他自己的執掌專業範圍 就具備權威性 同學這些通通都是邏輯推論 請問你有背誦嗎 請問你有背嗎 沒有 我跟你保證你現在把課本蓋起來 你還是可以這樣 慢慢的 細細的 去推論剛才老師所說的這些課程 他的八大特性 這就是讀書 這就是寫生論題 如果同學你用硬背的 一陣子你就忘了 你要當哪種考生 OK 好 以上這就是司法制度的 八 八大 特性 如果史慶浦老師出題 出這題出來 我的學生 你耳朵給我聽好 你就是要寫20分 你沒有20分你對不起我 這樣可以嗎 行嗎 好 所以同學 回到64頁焦點 好來我們看一下焦點第1題 何謂司法制度 他跟司法權的關係是如何 等下就會講到司法權了 所以同學司法制度可以 那如果考題考 考成何謂司法制度 那司法制度的特性為何 然後又跟司法權的關係為何 我如果也把特性考進去了 你要會喔 所以64頁第3大點司法制度的特性 我們再複習一遍 第1個多元性 第2個專業性 那1跟2多元性專業性可以去搭配8的 權威性 這樣可以嗎 然後 瓜虎3的獨立性一定要寫出憲法80條 在65頁 瓜虎4 客觀性 客觀性最重要就是司法機關要做發現真實 客觀的第三者 還有審計救濟制度 這樣審判的這個案件才會具備客觀性 瓜虎5 每一個具體個案的個案性 瓜虎6不告不理被動性 瓜虎7一事不在理 計盼力確定力的 確定性 瓜虎8 權威性 有沒有 超級簡單 OK 來那65頁底下第4大點司法制度的功能 這個功能就簡單看一下你還是要會喔 萬一考出來 也不要被突襲了 但老師這邊標題 快速帶過就好 第一個 整個司法制度這樣的建構就是在維護憲法 那同學 你看 我們不是從憲法16條出發嗎 然後整個司法制度的體系建構完之後 那這整個司法制度不就是在維護憲法嗎 是的 所以瓜虎1可以 來瓜虎保障人權 其中第1點來好朋友來了 憲法第16條紅筆劃起來 我們的 法主 正式進入課程不就是從憲法16條 開始出發的嗎 所以他在保障人權 保障人權 那同學 這裡面東西可以自己看一下 來66頁來瓜虎3標題畫起來 例行法制 那我們是法制國嘛 這樣可以嗎 所以如果萬一也考出 何謂司法制度的特性 與功能 這三大功能你也要會 瓜1 維護憲法的功能 瓜2 保障人權的功能 瓜虎3 例行法制的功能 可以嗎 好 那最後 我們再回到64頁 回到第1大點 回到第1大點 司法制度的意義 我還沒講完 其中 同學整個司法制度的意義 我們再掃一遍 瓜5 他是國家行使司法權的 法律制度 有沒有 因為上面有憲法 還有組織法 所以他是 法律制度 瓜5 那他就是由憲法跟法律 所建構而成 規範國家司法裁判機關組織 跟執掌之間的運作 那我們剛才交到這裡嘛 對不對 好看第2行 那他有兩大目的 第1個 同學第2行 以其 有效推動司法 同學把那個有效推動司法 寫個1 然後把司法兩個字 刮糊 來第2個 概念出來了 再來 進而 進而稅行國家主權作用之一的司法權 同學那個 稅行國家主權作用之一的司法權 劃起來 寫個2 那同學把司法權三個字 刮糊 所以這樣的一個司法制度有兩大目的 1 有效推動司法 司法兩個字 2 稅行國家主權作用之一的司法權 司法權刮糊 那同學在旁邊空白處寫 目的 這就是整個司法制度的目的 來同學看版面 好所以我們整個司法制度講完了 他有兩大目的 第一個 有效推動司法 有沒有 等下就要講到司法囉 那司法考在民國86年第一題 102年第一題 其中4至392號也有界定什麼叫司法 你看這一題也重要 史青普老師86年出題 102年又出題了 同學你怎麼知道今年或明年他不會出題呢 好所以司法制度要會 司法要會司法權要會 這三個是他課本裡面 好第1章開始在講的 也是他的獨門暗器 好再變 司法制度有兩大目的 第一個有效推動司法 第二個 稅行國家主權作用之一的司法權 所以我們等一下下個 段落就要講 什麼叫司法 什麼叫司法權 這樣可以嗎 好那課本64頁的第2大點 司法制度跟司法權的關係 我們等講到司法權 還會再回來 OK 所以現在 整個64頁的焦點 司法制度的意義 與特性 我們講完了 那同學在這個焦點 司法制度的意義與特性 旁邊再寫個功能 三大功能你也要會 不要老師沒有帶你就不會了 我剛才三大功能已經帶你看標題了 裡面內容你可以自己推論了 好不好 所以在這個 課本64頁的焦點 司法制度的意義與特性 在旁邊再寫個功能 總共有三大功能 那三大功能 六十五頁 第四大點底下 掛物一 維護憲法的功能 掛物二保障人權的功能 掛物三在66頁 例行法制的功能 OK 好那這個焦點 司法制度的焦點 我們先把它結束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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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